李莫传奇的第一系列 预备跟各位介绍的是《红楼梦》这本著作 《红楼梦》自从问世两百多年以来 在中国已至全世界 研究的论文专著之多 如果以字数来论的话 早已超过原著的千百倍 而流传的版本也很多 无法一一考证研究了 所以我们只取了书中的一些 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谈 就像第一回钟所说的 书里所用到梦幻等字 其实正是这本书的宗旨 只愿世人当那醉于睡醒之时 或必是消愁之际 看一看 或许对世道人心也有些注意吧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大概都知道《红楼梦》 也都会对其中精彩的人物描写印象深刻 光只是一个林黛玉 他的容貌 书中是怎么写的呢 两弯四醋飞醋 一双四喜飞喜寒情目 太深两叶之愁 交习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交喘微微 咸尽似浇花照水 行动如若柳浮风 而家丁心儿 在形容他们心目中的林黛玉 薛宝钗时 这样说道 他们或坐车出门 或在园子里遇见 我们连气都不敢出啊 是怕这气大了 吹倒了林姑娘 气暖了 吹化了薛姑娘 像这样 细致又充满了想象空间的描述 无怪后人 以什么样美貌的演员 来扮演《红楼梦》中的人物 总是觉得俗气 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 整部书写了五百多个人物 写尽了人世间的花柳繁华 富贵温柔 也写尽了世间一切的贪求私募 总是空 既包含了儒家的伦理道德 和仕途经济 也包含了佛家的清登古佛 和道家的初诗炼丰 都是有始有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红楼梦》 《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 在中国已至全世界 研究他的人 研究他的人就是所称的红学家 数量之多 没有第二部作品 能够与之相比 研究论文专注之多 也堪称汗牛冲动 但可惜的是 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说 他真正看懂了《红楼梦》 因为《红楼梦》中的难解之谜太多了 人们一直在坚持着 摸不着 看不到的 便不承认是真的 便不承认它是存在的 而恰恰在《红楼梦》中 最引人入圣 最生动 也最是看懂《红楼梦》关键的 却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经历过 没看过的事情 例如在《第五回礼》 贾宝玉在极短极短的一个梦里 经历了神游太虚幻境 在锦幻仙姑的带领下 她游遍了鲜花富裕 一草芬芬的仙境 锦幻还允许她看了 《精灵十二差》的 正册 覆册 又覆册 上面记载了她家里 上 中 下 三等女子的宿命 内容以诗话表示 《精灵十二差》的柔衣 《精灵十二差》的柔衣 深色中觉悟 就带她到了一个 画洞凋梁 珠帘秀墓的地方 聆听 《红楼梦十二仙曲》的演唱 直到宝玉在梦中 遇到危险 吓得她汗如雨下 失声喊叫 可亲救我 安排她来这里睡觉的可亲 才刚看着她躺下 正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的屋檐下呢 这里写的显然是 宝玉在两个不同时间 空间中的经历 所以 在书中多处提到 太须换尽的石牌坊上 有一幅对联 上面写着 假作真实 真亦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而《红楼梦》中的 难解之处 就在于 真假难辨 但人们 惯常于 以假为真 淀